第五十六届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 将在二十五日隆重登场 开奖在即 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 入围者邵大伦分享接连入围心情 共同跟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圣会 其实就算说没主意我以前也来 我知道啦 因为我在台中在表演 我了解 每年都会来这样 而且今年的那个典礼很棒 在你三个月 曾在五十二届得奖他 这回再度入围 坦诚对手都很优秀 不过在疫情年 看淡得奖度金 另外社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 温世凯也在节目上大聊心情 去年我也入围 我说我们两兄弟 如果可以同时间拿的话 那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可惜啊 他拿了今年 我没拿 但是今年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节目 我们希望在广播的金空中 可以把音乐这件事情 重新发挥出教室上 透过广播 其实都可以让他们跟我们更顺畅的结果 几乎年年入围的墨镜哥 以听众观点 打开耳朵 接收广播的好声音 希望传达正能量 我比较容易跟小孩相处 我比较容易跟小孩相处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也丰富了节目的内容 第一次我们用一个团队的方式来呈现主持 入围的北原山猫三代通力合作 把功劳归给孙子 广播人的最高电堂到底讲落谁家 大家都相当期待 在生活车里已经特不动